为了挑选最优秀的画园,王世孙亲自出题,让画出芙蓉花满开,金香残不一的一镜 所有画园都参加了比赛,一个画园的打砸查姆也偶然看到提姆 借着一盏烛光,默默地在一片废纸上画了起来 第二天,院长查看了画园们交上来的画卷,竟没有一个符合世孙提姆的 正摇头之际,却偶然发现了打砸查姆的画卷 他一眼便看出,这正好切中世孙的考题 于是让把查姆叫来,可此时的查姆却因为私自画画,正在被正式的画园叫去 说他浪费纸张和颜料,查姆解释说那都是别人用剩的 可画园根本不听,要打他三十大板赶出画园 就要行刑的时候,院长赶了过来,怒斥画园怎么能在画园这种以礼而至的地方用私行 画园解释说,因为查姆私自画画,坏了规矩 院长说道,哪条律法写了查姆不能画画,画园被怼得哑口无言 在院长的命令下,查姆被放了 但在男人主导的画院,他依然受到正式画园的排挤 几日后,世孙前来,问起了考题的事 院长说,画园们画的都不切题 就在世孙失望之际,院长记起了查姆的话 一阵翻掌后,将那皱巴巴的画件递给了世孙 世孙只看一眼,便惊住了 这画卷上是他的童年和他的伙伴 他激动的问院长,查姆叫什么 世孙猛的站起,这是他找了十年的女孩 他让院长去把松原叫来 院长来到查姆们工作的地方 独独不见松原,问其他人也都不知道松原的去向 世孙又派内官去松原家找 内官到了,家里却空无一人 原来松原的伙伴大寿惹了小混混 松原被绑走做了人质 世孙夜里亲自前来,刚好大寿在家 知道松原被绑架后,世孙去道不听调兵 断了小混混的老巢 可松原已经被卖到祭馆 现在正被关在柴房 就在松原无助之际,他听到有人喊李灿大人的名字 这是画院和他相熟的大人,他也大声呼喊李灿大人 李灿以为是好几天没见松原 可能出现了幻听,就没在意 世孙对此时万分着急 让内官动用关系,一定找到松原 事情越闹越大,此时李灿才知道松原失踪 急匆匆的跑到大寿这里 告诉了大寿的叔叔 他好像在寄馆听到松原的呼喊 大寿立马崩向寄馆 此时寄馆的打手正要教训不听话的松原 大寿赶到,随手抄起棍子 一一当时将打手们全部打翻 松原终于得救 内官也赶过来告诉他,世孙一直在找他 松原满眼寒泪,一直以为世孙忘了当年 没想到世孙还记得自己 他再次回到画院,看着那幅画 那是他倾心世孙的时刻 就在此时,一个生意出现在身后 是世孙,他叫了一声松原 松原不敢相信的回头 经历了十年的天隔一方 两人终于又见面了 世孙抱歉当年没能保护好他 松原为世孙还能记得自己喜悸而起 就在两人要促习长谈时 画院的人来了 世孙只能匆匆离去 不知情的查母们还在排挤和欺负松原 没想到,几日后世孙就正式给画院下旨 召见松原 这让查母们羡慕不已